红海老董郭台铭最近在大陆拼富士康的业绩很少回台湾 不过18号他就要满60大寿了 放自己两天假回台湾来探亲 那么提前过生日 结果被媒体拍到 跟这个大着肚子的老婆曾馨盈呢 带着女儿妞妞在楼下的公园学走路 身体有够硬朗的 右手抱女儿左手抱孙子 真的是好体力呢 穿着红夹克头戴棒球帽 这一个多月都在大陆打拼事业的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趁自己18号生日之前 偷空放自己两天的假期 回台湾看妻小 晚上最喜欢散步的他 带女儿妞妞在公园学走路 他身体硬朗 右手抱女儿妞妞 左手还抱着孙子 展现过人的好体力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怀胎八个月的曾馨盈 去年4月30号 生下女儿妞妞曾馨盈还第二胎 不愿意透露性别 但根据了解 预产期在11月底到12月 可能是个天蝎或是射手宝宝 而选择在之前的中山医院 生产的几率也高达70% 他之前都陪他去啊 都陪他去深圳啊 只是说现在快要生了 就待在台湾 应该的 所以不知道他状况还好吗 之前联络是还好 还好 其实真的非不得已要带产了 曾馨盈才留在家中 不然前两个月 一家三口还曾经到日月潭 他还在一个礼拜当中 陪郭台铭飞了四个国家 这一次郭台铭回台 在上周末还带着 七小逛新一圈的百货 看来即使工作繁忙 在郭董心中依旧是家人最大 追选邻居然如配于台北 采访报道